河林县老人会20号上午举行112年 市长杯歌唱联谊竞赛 41位会员使出浑身结束 以歌会友 而市长魏佳燕也到场与长者们同欢 透过经典老歌帮大家一起找回年轻的记忆 并同时邀约老大人们一起参加11月18号的 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以散布的方式动出青春活力 身装打扮 台风稳健 毫不雀场 自信展现歌喉 华林县老人会20日上午 举行112年市长杯歌唱联谊竞赛 41名会员使出浑身结束 以歌会友 市长魏佳燕也专程到场合老大人同欢 并邀请一起参加11月18日的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今天真的很开心看到大家 其实我持续的也希望说 大家能够有一些活动可以办理 那理事长其实真的非常的不错 每次看到我说我要多少钱我要办活动 那我说等你我的钱 他都跟我这样说 那其实很开心 那未来我们持续的有一些活动 我们持续的希望能办理 那今天我一进门就看到我们那个水泥 有铺好了嘛 那也希望借此有这样的场地 给大家多运动多活动 其中75岁也是上届歌唱比赛第一名 从台北到花莲定居的战捏阿姨 也分享参赛心得 我是唱了异乡人 异乡人 因为我是台北来的 来到花莲 我把我那个心态 从外线地来到花莲的心态 来讲了这个叫 就是到哪里到哪里 这个心态 所以我把 然后把唱歌的心情 像讲故事 把我的人生历练也讲出来 我把我平常练的唱 然后还有老师也很好 因为之前我们在台北唱歌的时候 就像唱军歌 我赏门大嘛 就大 可是这边的老师 不管男生女生的 吴组长就会讲说唱歌柔一点 你看所以我在这多少年了 现在才教导我 所以我很感恩 我这次能得第一名 我把他教我的 然后我自己再赶 然后我把我愉快的心愿唱在歌上 像叙述故事一样 所以我得第一名 我也非常的高兴 现老人会理事长高明星表示 老人会每年都会办理歌唱比赛 今年赛事以70岁为基准 分长寿及长青组 报名踊跃 不少演自寿风 光复瑞税香老人会同好都前来参与 并感谢华联士公所等单位 对老人会各项活动与设施支持 为爱唱歌的长辈一个表演的舞台 记得讲邦业豪联士报道